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第一眼 近日赵令独自反津被八卦媒体拍到 她背着橘色小包 穿着黑色的短裙 头戴余服帽遮面 看上去很是低调 据拍摄者透露赵令当天从机场坐上白色座驾 返回了位于北京朝阳公园的家 据悉她的这处豪宅别墅均价在八千万以上 想必稍微宽敞一点的豪宅 至少也要过亿元了 光看是门口的装潢就很高大上了 应该有很多明星也都住在这里吧 去年6月份赵令还曾被拍到工作结束后 去车前往冯绍峰父母所居住的别墅内休息 没想到距离当时还不到一年 两个人已经宣布离婚成为了陌路人 真的很令人唏嘘 4月23日冯绍峰赵令同时发文 对外界宣布离婚消息 这令许多吃瓜群众倍感意外 虽然早前曾频频传出离婚 但两个人都用合体凶爱历迫谣言 如今谣言却成了真相 的确很令人不解 而有关两个人离婚原因 声明中提到主要是因为聚少离多 那离婚后有关于儿子的抚养权 曾经在4月30号有网友发文爆料 称孩子目前是赵令的爸爸妈妈在照顾 并且称从孩子出生就是他们在带 并且当时还有网友透露呢 因为冯绍峰的父母都是已经年近70岁左右的人 所以没有经历照顾孩子 虽然不知道真假 但从网友的详细回复来看 或许是一位知情人 如果儿子是赵令的父母在照顾的话呢 那么赵令工作完返回北京的豪宅 便应该是看孩子了 带孩子工作两不误 离婚后的赵令呢 作为单亲妈妈确实很厉害 此前赵令冯绍峰曾经被八卦媒体拍到一同前行 现身于南方位于上海的豪宅分家 两个人分别由助理陪同 画面还是显得非常的落寞 毕竟离婚也不是什么好事 目前赵令忙着自己的工作 而冯绍峰同样也没有闲着 前几日呢 有网友偶遇到冯绍峰与海青一起拍摄 可能是由于剧情的需要 冯绍峰满脸笑容状态 显得轻松自然 似乎已经走出离婚的阴影 以前的赵令生活中只有拍戏 后来有了婚姻 有了丈夫 还有了儿子 想想 她停下了脚步 想尝试家庭生活 当然呢 现在她又恢复了单身 与前夫冯绍峰一同抚养孩子 她付出演戏 工作强度跟过去一样大 但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能够全身心投入的戏知了 赵令在最新杂志专访中透露 她不想固守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她渴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只有不断学习进步 她才能达成这个小目标 访问中呢 有一句话特别的微妙 赵令表示 人要成功 选择很重要 每一次的选择都预示着 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想成为优秀的人 所以我注重自己的选择 这个选择可能正包括了 她的离婚 以前的赵令的人生 只有演戏 长时间待在剧组 这样确实能够更专注 但也让人生有所缺失 她开始跟社会脱轨 也缺乏跟外界的交流 她感觉自己在退步 离婚后媒体拍到赵令 搬回了北京居住 当初为了稳定婚姻 她跟随冯绍峰到上海生活 如今两人分手 赵令毫不留恋地返金 重新出发 冯绍峰还被拍到 帮前妻搬家 两个人似乎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果然是下定了决心 要共同抚养儿子 赵令所说的改变 其实在离婚之前已经执行 例如今年春节 她跟冯绍峰三亚旅游 享受阳光与海滩 还有当地的海鲜美食 又譬如她在离婚前几天 跟丈夫玩密室剧本杀 据悉那是离婚前最后的铜框 冯绍峰还为女方拿水壶 一如既往的体贴 在杂志采访中的赵令 没有提及丈夫的名字 她说自己跟好友一同 做了这些事情 看过赵令跟冯绍峰路透的人 都会明白 女方口中的好朋友是谁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 赵令一直在改变 她与冯绍峰的婚变的酝酿已久 对于离婚的赵令 低调处理 将伤亡降至了最低 除了意志的声明 其余时间都在照常工作 然而赵令毕竟遭遇人生的转变 在访问的字里行间 都透露出她对婚变的看法 当经历过一些事 遇到过一些人 你开始明白自己的身处的环境 以平常的心态 接受好与坏的影响 找出生活给了你什么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就像打游戏一样不断的升级 到了一定的级别 你需要选择性的丢弃 或者卖掉一些装备 然后选择新的人生 也是如此 用赵令毕主演的 幸福到万家的一句台词概括 她所有的选择 都是希望能够明明白白的活着 活出自我 赵令毕和冯绍峰离婚的消息 屏幕前的吃瓜群众 应该都知晓了 遥想当年 他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网友表示 赢宝宝可千万不能嫁给冯绍峰 这个说法根据就是 当年冯绍峰和很多的圈内的女演员 都交往过 而刚开始的时候 冯绍峰和杨幂是因为电视剧公 产生了暧昧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两个人的微博互动 说明了一切 特别是冯绍峰直接表示 我们两个还是有夫妻相的 要不然就直接谈吧 有没有在一起 小编不知道 但是从这一点看得出 冯绍峰是一个很会撩人的男人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妮妮 两个人相恋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可没有少撒狗粮呢 妮妮甚至直接在公开场合 就亲吻了冯绍峰 看得出来呢 真的是爱得很深沉 可惜三年之后 依旧没有逃得过分手的命运 可就在分手没多久之后 冯绍峰就被拍到和林允 手牵手走在一起 看上去非常的甜蜜 网友当时就表示 坏女友的速度太快了 妮妮爱了她三年 是真的不值得 和赵丽颖在一起 是因为内部知否 两个人因为阴系的生情 小编原本以为 他们应该走不远 但是谁知道 之后竟然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随后还有了孩子 对于两个人的离婚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惧少离多 最终好聚好散 但是还有第二种说法 就是比较残忍了 那就是赵丽颖在坐月子的时候呢 冯绍峰传出了出轨的传言 而产生了间隙 近日犯罪嫌疑电视剧 《谁是凶手》 发布了最新的预告 电视剧《谁是凶手》 是由孙浩指导赵丽颖 逍遥和董子健主演 该剧讲述的是在一起 发生在海州市的连环杀人案 在16年之后 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的故事 赵丽颖在剧中 饰演心理一身神雨 从预告中可以看出 她是一位非常霸气聪明的女性 在预告的一场戏当中呢 赵丽颖披散着一头威卷的长发 剧十分的温婉淑女 画着单中的脸上带着笑意 眼神温柔的看着对面的人 单看画面的话 会让人误以为 这是一部温情的唯美的电视 但是当赵丽颖一开口 温柔的说出 这段视频如果公布出去 你会觉得会有人相信你说的话吗 她用最温柔的声音呢 说着最狠的话 表情和语句之间的强烈的反差 足以见得赵丽颖的演技十分的不错 在剧中和肖阳 董子健的两位实力演员对戏 赵丽颖也丝毫不输给他们 这部剧光是从演员的阵容看 就是非常值得观看的 在预告播出之后 网友们纷纷为赵丽颖的演技点赞 而在面对赵丽颖所饰演的神语时 有网友甚至觉得她十分的可怕 可见赵丽颖对神语的一决 诠释得非常到位 1987年出生在河北省廊坊市的赵丽 作为85后小花代表之一 从2006年出道至今 在娱乐圈一直有很高的人气和良好的口碑 如今在步入30岁之后的赵丽 也开始慢慢谋求转型之路 而电视剧《谁是凶手》 非常符合她对角色的需求 《谁是凶手》 不仅是她第一次出演悬疑剧 而且也是她在2013年之后 上映的电影《公所沉香》之后 第二次出演反派角色 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期待了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就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Bye 明天见